欢迎回来 政府同意让国内60岁以上 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科兴疫苗 并间隔三个月的民众施打辉瑞加强剂 雪兰娜州务大臣纳杜斯里·阿米鲁丁表示 符合资格的雪州子民 将会在联邦政府的安排下接种第三针 大臣也向所有接种科兴疫苗的雪州人 信心喊话 表示多个国家已经证实 加强针混打辉瑞疫苗 可以有效提升冠病防护力 阿米鲁丁今天表示 卫生部已经鉴定 民众可以在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后 再注射辉瑞疫苗作为加强针 加上已经有海外案例 证明混打疫苗安全无余 他促请雪州子民不必担心 放心接种 阿米鲁丁今早到巴生市议会多用途礼堂 改造成的青少年疫苗接种中心 巡视后召开记者会透露 截至昨天晚上 一共有3000名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接种了第一剂科兴疫苗 大臣也表示 为了加速全国的疫苗接种进度 雪州疫苗接种计划 会开放给已经辍学的学生 以及至今都还没接获第一剂 冠病疫苗接种预约的本地公民 以及外籍人士 还有在雪州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下 错过第二剂疫苗接种的民众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